AudioJungle 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谢尔盖卡拉塔耶夫表示,俄军先锋导弹的弹头能以20倍音速飞行,其外可采用新型复合材料,能抵御2000摄氏度高温。弹头能机动绕过他国反导系统的半球形防御圈,西方现有核在岩反导导弹及防空火力均难以击中。 俄罗斯报网站则报道称,先锋导弹使用两极火箭发动机,弹头能在距地约100千米以下的地球稠密大气层中,以20倍音速实施洲际巡航飞行。此时弹头表面温度会因气动加热而升至1600至2000摄氏度。 为此,俄科研人员研制出一种新型复合材料,能使弹头外壳在上述极端条件下保持稳固,同时还能抵御激光武器照射。 冷战时期,苏联研发出世界上首款超燃冲压发动机。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又启动了探索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稳定性,可控性与有效载荷等实用技术的彩虹计划。 2011年以后,为有效应对美国的全球快速挡击系统建设,俄罗斯开始大力推进高超声速武器研发工作。 从俄媒近日披露的情况看,除先锋导弹外,俄军目前正在研发可在米格31战机上发射的敌售高超声速导弹。 从当前的情况看,俄罗斯当前大力发展高超声速武器,主要动因有三,一是抢占军事革命制高点。 高超声速武器是未来空天作战的主要武器,其快速、精确、灵活、高效的作战特点,将对未来战争产生颠覆性影响。 作为俄高超声速武器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俄罗斯副总理德米特比罗戈金2013年将高超声速飞行技术成为军事领域的第六代技术,并表示谁掌握了高超声速武器,谁就将彻底颠覆战争的逻辑。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由于关注度高,投入力度大,俄军当前在高超声速武器研发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二是应对严峻外部威胁。 近年来,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北约持续东扩,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乌克兰及波罗的海三国的矛盾冲突难以调和,上述情况对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此外,俄总统普京多次表示,美全球快速打击,计划破坏了俄美间的战略平衡,如果美在地缘政治危机中使用全球快速打击武器,即使其携带的是非核战斗部,俄也会将其视作战略进攻性武器。 俄罗斯国内的共识是,高超声速武器是应对俄周边安全威胁和美全球快速打击计划的重要利器,三是强化非核遏制能力。 虽然自普京再次执政以来,俄军大力推进三位一体战略和力量的现代化,但正如俄罗斯战略和力量,网站主编帕德尔波·德维奇等人所言,核打击力量运用门卡相对较高,实战价值相对较低。 在2014年版俄联邦军事学说中,俄军也提出了非核遏制战略。俄学者认为,研发高超声速武器,是落实非核遏制战略的集中体现。 德沃金认为,作为一种非核打击手段,相较于俄战略火箭兵部署装备的白羊M、亚尔斯、撒弹等洲际弹道导弹,高超声速武器的战斗使用门槛要低得多,因此具备更真实的战略威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作为影响未来战争的颠覆性技术,高超声速技术当前并不成熟。 6到14马赫可控高超声速飞行,是公认的理论难题。 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防热技术、外形布局、飞行器导航与控制等问题也是高超声速武器难以突破的技术瓶颈。 俄军此次曝光的高超声速武器是否像宣传的那样高大上存在一定疑问? 另一方面,伴随着俄军高调推进高超声速武器研发和列装工作,美俄高超声速武器军备竞赛未来恐将进一步升级。 美国防务内勤网站2017年曾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承诺将在2018到2022年财年间,率先给欧洲司令部和太平洋司令部装备高超声速武器,以形成一定的常规快速全球打击能力,提升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常规战略威慑能力。 可以预见,高超声速武器未来将在对战争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同时,也会为全球和地区安全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作者简介,胡小刀,亚太智库研究员,在国内军事刊物上,发表军事论文和译文数百篇,主要从事外军动向和反恐领域研究。 亚太军情观察作者,均为资深军事记者和评论员,专栏紧扣全球军事热点和动态,为读者介细大国国防政策,地缘军事动向,国际军事技术,新型武器装备,以及军事战略思想等,来源,亚太日报。 。